可是您提到說 您剛提到說快樂跟愛是我們的本質 我們才會不斷地想要回到它 可是大部分人都會覺得這是費力的 所以您的書名也特別提到說 還有書的內容也有特別提到說 快樂它有不合理的層面 你能不能針對這一點做一些解釋 會用不合理不費力 來想表達什麼 我們人全部它是透過五官組合的 五官 什麼意思五官 眼睛 看著世界 聽 聞 五官 五官 那就是 我最不可思議說 人那麼偉大 五個感官 五個感官 就是五個sense 再加上念頭 念頭只是在做個整合 建立一個世界 所以我常常喜歡用這個比例 一個外星人他只要有100個感官 100個 玩很久 五成二十倍 看世界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認為有星星 有太陽 有你我 他可能看到世界完全不一樣 他可能看到我們就完全是一個人 一個organism 為什麼更 我們演變越發達 越會愛護地球 愛護地球是愛護自己 它這個觀念就是這個社會 這個共同 共生存的觀念會出來 一樣的意思 對不對 就是好像已經超過這五官的這個範圍 我認為你我是有分隔 區隔 這是頭腦投射 是五官 最終我看你 我有個距離 這樣子來的 那五官他還會投射另外一個東西 一般年輕人 比較不會想到 因果 因果 causality 就說你在聽我講話 你要聽懂 你一定要 你要連起來 要串起來 前面跟後面要連起來 而且前面最好是會影響到後面 要不然我講話你聽不懂 不要說是有什麼人生的意義 對不對 連聽懂都聽不懂 因為你還是要透過因果 這樣做 那一般我跟年輕人 很有意思 在國外對話 你講他 都比大人更容易懂 比我們成人更容易懂 我說你知道 時空 時空是因果衍生出來的 有些年輕人就反應很快 你說這完全是mind stuff 頭腦的東西嗎 頭腦的這個產物 我說yes 是mind stuff 不存在 時空是不存在的 是我們頭腦 我們共同大家組合了一個時空 什麼叫做空間 三個維度 再加上時間 時間還要透過memory 動物沒有時間的觀念 或是他時間觀念很短 人家講說 7秒 他在看你 7秒後 他不知道你是誰 好像第一次 我說人 假如我們這樣 幸福都不得了 每次看的人 過去恨的人 都是新鮮 最多只是抱一下 什麼事都沒有了 對不對 memory組合時間 而時空組合我們的痛苦 是這樣來的 所以 而 英國就是本身 英國是equal什麼 conditioning 制約 制約 對不對 就是說 一生出來我要上學 我要得好分數 得好成就 有好什麼 我才可以快樂 它是condition 我要什麼條件 什麼condition 我才可以有資格快樂 你看永遠有意思 這是點倒的 我需要有理由 才可以快樂 所以這是合理 不合理的部分是什麼 You have no reason 你不需要有什麼原因 我快樂 跟原因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所以 它本身又含了另外一個 好生的 從哲學我們講是很深 但一般年輕 一聽忙就懂 我們的人生 建立的邏輯 我們講二元對立 你還講二元對立 你沒有人聽得懂 duality 二元對立 好好 好吃力要懂 我說 我常常國外我會講 我們是三個點組合的 3 points 畫出來A 一個point 下面一個B 下面一個C C當作我是觀察者 我在觀察 前面A跟B在做比較 這個點真的比較 胖 瘦 有錢 窮 快樂 不快樂 在比較 這樣組合 然後剛剛講連串去英國 把組合好像有一個故事就出來了 全部這些都是局限的 finite finite 什麼意思 那麼大的沉迷 宇宙你講不出來話 你沒辦法描述到 我要非要到一個小角落 把它區塊區塊 fragment 把它切塊區塊 帶來的一個好角小角落 在這個小角落 我的五官可以看到 可以聞到 可以聽到 可以什麼 可以體會到 這是我的人生 沒有代表性 它是finite 而這邊是一體 一體 你怎麼去講好了 無限大 永恆 從來沒有生過 沒有死過 假如沒有一體 沒有這個finite Infinite 套上finite 所以在finite 可以找到infinite 它兩個不是mutually exclusive 你看這個 假如這個finite 左邊是finite 沒有隨時有infinite 永遠找不到它 它是something else 你找到它 它也是conditional 它最多是 你找到它 本來沒有 你先找到它 它也會死掉 身會死 它是短暫的 因為它隨時都有 它套上 只是它不知道 它不曉得 到處找不到 在自己身上不知道 所以你才可以finite 可以挪回到infinite 要不然不可能的 我講這個書 就等於是變成廢物 或是幻想 是不可能的 就是因為 隨時我知道它會套上去 finite有infinite finite含的infinite 所以 It's possible 我們解脫 It's possible 我們找到永恆的快樂 It's possible 我們把這個大愛找回來 It's possible 把這個古人叫ananda 大的歡喜喜樂 找回來 對 It's possible 把年盤找回來 它是那麼重要的功課 所以 那怎麼找呢 finite 怎麼去挪到這個 這個infinite 是這個題目 我們這個肉體怎麼挪 永遠挪不過去 肉體挪不過去 因為肉體 本身是我們英國組合造出來的 它本身是頭腦的一個產物 所以它不可能從幻覺到另外一個幻覺 最多只是什麼 我們把這個有限的東西 finite 稍微把它挪開 稍微把它挪開 就像個 就像個雲一樣 把它挪開 太陽就照出來了 太陽本來就在等著 從來沒有動過 用這種比喻 就說 Nothing happened to the infinite Infinite永遠是在的 Something happened to the finite 就有個finite 它把它挪開了 它本來就這樣找到了 所以它不是透過動 你動不來的 你找不到的 可以講 好像剛有一點矛盾 沒有 其實沒有 最多是什麼 是透過一個being 是在 在的成就 在的這種狀態 在有 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你也有 我也有 一隻狗也有 一隻貓也有 一朵花也有 桌子也有 但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人以為我們是 我們聰明 聰明 我們的二元對立 因為我知道 這有桌子大小 我還可以用工具去做 我認為我比較聰明 我們人認為比較聰明 這個聰明是二元對立 是小聰明 是 桌子有大聰明 大聰明 大聰明的一體 更久 你不能用聰明來講 所以你只能講有智慧 所以古人才會講說 道是道到底 全部宇宙都是道 沒有一個地方不是道 人認為還有一個東西叫做道 所以還要去找 找他 很practical 回到我們現在的生活 就可以找到 我想年輕人聽到這個 好多年輕人可以聽懂 我這感覺最不可思議 是說我一圈的假年輕人 十幾歲 最好十幾歲了 十幾歲 二十幾歲就已經有點 被我們大人誤覽了 職業太多了 尤其幾歲 我最喜歡就是這個 為什麼花了好多精神做這個 讀經 大規模線上千萬的人 讀經班 讀經經典朗誦 為什麼 還沒有受過誤覽 他是一種心跟心感應 腦會射出什麼好多悖論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 那個Joyce跟我講 一路我們走到Joyce 中文名字叫 小鳳 跟我講說 為什麼 我頭腦 我真的 好多悖論 好多有paradox 好多聽不懂 但是好像我心越來越懂 而且 very happy 那天有一個讀書會來 他說very happy 接觸這個理念 對我的人生影響很大 轉變很大 但我不知道 也講不出了 我說對 不要去分析 最好是不要分析 這種東西是活出來的 你更深層面 假如你去分析去講 他又落回到一個人間 一個頭腦的這個境界 太可惜了 所以 不要去分析 小孩子 他就不會分析 他沒有intelligent去分析 做的是在火上火邊 在外面 我們在這個 做barbecue也好 每一個小孩都懂 懂什麼 他懂 最多懂 心懂 感受到什麼 感受到說 原來那麼簡單 那麼不費力 I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是啊 I can just be myself 我最多只是自在嗎 是啊 那為什麼 那我什麼都不用追加 是啊 我什麼都不用減少 是啊 I can just be myself 那那種發覺 發現是一種喜樂 我可以看到最多 我只是抱他起來 我們就 The rest of the evening 是party OK 就是互相抱抱 沒有辦法溝通嘛 年輕人比較容易懂 是 是 那 那